Hello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2022年在泰国进行的U19田银锦标赛 男子100米决赛的比赛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周围,他叫温宋 现在的温宋年龄才只有16岁 别看温宋年龄还这么小 他已经是U18男子1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 可以说天赋直逼亚美加菲伦伯特 也是亚洲短跑的超级新星 今天温宋处在第四跑道的位置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跟着温宋起跑非常不错 处在领先的行列中 才跑出没多久 温宋就已经奋力冲闹了第一的位置 而本场比赛 温宋的最大金融对手只有他自己 只见温宋狂怪就将身后的对手甩开了 只见温宋率先冲过了中点 最终温宋甩开对手3米远 以10秒17的成绩无需念夺光 而这个成绩距离温宋百米各能去好 成绩10秒09即差了0.08秒 本次温宋还参加了男子200米和4x100米激励的比赛 200米温宋依旧还是处在第4跑的温宋队 比赛跟着温宋起跑非常不错 处在领先的行列中 只见温宋开头就冲得非常凶 只见身后的对手又再次被他甩开了 只见温宋越跑越快 最终温宋甩开对手5米远 以20秒81的成绩无需念夺光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在接下来参加的男子4x100米激励比赛中 温宋更是展现出了他的超强磁力和天赋 激励比赛开始后 温宋所在的队伍 完成最后半将接后 只处在最后一名的位置 也就是第8位 并落后前面第一位选手7米远 不过这个时候 只见温宋开始展现他的超强个人能力 开始奋力直追 只见温宋一个个去超越前面的选手 并在最后时刻实现了逆转 最终温宋帮助自己的队伍 以41秒77的成绩实现逆转 从前三半落后7米远距离 只排在最后一名的位置 在他后程利用自己的超强个人能力 奋力连超7能逆转夺冠 只能感叹 我之用的个人能力真的太强了 也期待他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下集预测试 有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下回